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的高老师,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,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语文书、铅笔等学习用具,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,你们看! 大自然是一幅多姿多彩的画卷,菊花飘香,果实成熟,道骨笑弯了腰,此时我们走出去可以放飞心情,采一只白色的蒲公英,剪一片金黄的银杏叶,仰望天空,朵朵白云飘浮在空中,一群大雁飞向了南方。 这些画面,展现的是哪个季节的景色呢?对了,是秋天。 今天这节课,我们就一起走进秋天,和老师一起拼读课题,七优秋,医生秋,特业安天,医生天,秋天。 秋的孕母忧和孕母威特别像,你们是怎样区分的呢? 老师,我是借助儿歌来区分的,幽和威,两兄弟,小一在前喊加油,悠悠悠,小屋在前逞威风,威威威。 这位同学的方法真巧妙,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字音读得更准确了。 再来看看秋这个字,你们是怎样记住它的呢? 老师,我是这样记住秋的,左边一个和苗的和,右边一个火字,和起来就是秋。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,和变成和木旁石,那要变成点。 这位同学提醒的特别对,同学们,你们记住了吗? 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课题,秋天,秋天什么样呢? 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秋天这一课。 听老师来读读到哪儿,你的眼睛就看到哪儿,注意听清每一个字的读音。 一,秋天,天气凉了,树叶黄了,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 天空那么蓝,那么高,一群大雁往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人字,一会儿排成个椅子。 啊,秋天来了。 多美的秋天呀,自己也来试着读一读。 请大家,脚放平,身作证,手服书,眼看字。 遇到不认识的字,可以用拼拼音的方法学会它。 开始读吧。 文中这个字,你们能读证它吗? 对了,它读会,和老师一起拼读一遍。 喝味会,四声会,这就是音乐会的会,开会的会。 在课文中出现的词语是一会儿。 在这里要注意儿的读法,要读儿话音,一会儿。 标注拼音的时候,在一的后面加上日就可以了。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这个词,一会儿。 把词语送回到句子中,你们还能读准确吗? 快和老师一起读读这句话。 一群大雁往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人字,一会儿排成个一字。 瞧,认字表里还有几个要认的字呢? 请你们快拼一拼,认一认吧。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,在认字表的上方啊,有几个红色的小字。 请你们和下面的字对比一下,你们发现了什么? 我发现上面红色的小字,是下面字里的一部分。 这位同学说对了,红色的小字就是下面字的偏旁。 和老师一起读读这个词,偏旁。 这三个偏旁叫什么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树的偏旁是木字旁,叶的偏旁是口字旁,绘的偏旁在上面,叫人字头。 在认字表里,还有一个人字头的字呢,你们找到了吗? 对,就是个字。 好了,再和老师说一说这三个偏旁的名称吧。 木字旁,口字旁,人字头。 当木,口,人作为偏旁的时候,它们是有变化的,你们发现了吗? 我发现木变成木字旁时,变得又瘦又长,最后一笔钠变成了点。 口变成口字旁时,也变得小了一些。 我发现人字变成人字头后,变得稍扁一些,撇合那写得很舒展。 这两位同学能发现字变成偏旁后的细微差别,可真了不起。 在以后的学习中,我们还会积累更多的偏旁,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汉字了。 瞧,课文中的词语,带着小帽子排队走来了。 让我们跟着小老师和他们打打招呼吧。 秋天,天气,一片片,大雁,树叶,一会儿。 这里还有一组词,听老师来读。 凉了,黄了,叶子。 你们听出了什么? 认真倾听的孩子肯定听出了每个词的第二个字都读轻声。 那就请你们跟着小伙伙伴也来读读这三个词语吧。 凉了,黄了,叶子。 把词语送回到句子中,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 天气凉了,树叶黄了,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 瞧,词语的小帽子不见了,你们还认识他们吗? 那就做一个小游戏。 读准变大的词语,屏幕上就会出现一片漂亮的树叶。 让我们跟着小伙伴一起来读一读吧。 秋天,凉了,天气,树叶,一会儿,一片片,大雁,叶子,黄了。 哇,屏幕上有这么多漂亮的树叶。 瞧,又有一片树叶飘落下来,我们看看下面是什么? 是飞字,和老师一起拼读一遍。 飞飞,一声飞。 飞这个字,你们是怎样记住它的呢? 我是这样记住飞的,我家里有很多的飞机模型,在这个模型的上面,写着一些字,其中就有飞机的飞。 另外,飞这个字,多像一只小鸟,煽动翅膀的样子呀。 这片树叶下面,是什么字呢?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是气字,和老师一起拼读一遍。 气,一气,四声气。 气可以组什么词呢? 让我们跟着小伙伴一起积累这三个词语吧。 空气,天气,气球。 这片漂亮的枫叶下面,又是什么呢? 是一个字的甲骨文。 那你们能猜猜这是什么字吗? 对了,这就是骗字。 同学们,你们看,甲骨文中片的字形多像一根木头被分成两半的样子。 随着汉字的演变,片就成了今天的样子。 片可以组什么词呢?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个词语。 木片,竹片,鸣片。 瞧,飘落下来的树叶越来越多了。 芳儿轻轻地一吹,有些树叶和我们做起了生字加一加的小游戏。 请你们也来变一变吧。 人家一笔横变成大,人家一笔数变成个。 乐家一笔可以变成什么呢? 对了,乐家一笔横可以变成子。 这个小游戏又让我们记住了不少的生字。 和老师一起读一读括号中的字吧。 大,个,子。 其中,乐和子还是我们这节课要学写的生字呢?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两个字。 还有我们本节课学习的新笔画,横撇。 快伸出小手来,跟着屏幕一起来写一写。 横撇,会写了吗?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字的结构。 听听小伙伴是怎样说的。 这两个字都是独体字,所以要写在填字格的正中间。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字的笔画。 哪些笔画写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呢? 拉和子的弯钩要写在树中线上。 子的横要写在横中线上。 这位同学提醒得特别对。 老师也要提醒大家注意。 横撇的撇收笔收在树中线上。 弯钩的起笔位置要在横中线的上方来起笔, 笔横撇的撇稍稍高一点点。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字的笔顺。 请同学们伸出小手来跟着屏幕一起疏空一遍吧。 乐,一笔横撇,二笔弯钩。 子,一笔横撇,二笔弯钩。 三笔横,三笔横。 下面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两个字。 请大家把书翻到秋天这节课的写字表。 拿出一支小铅笔, 检查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。 找到这两个字, 描两遍,写一遍吧。 来,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名同学写的字。 听听小伙伴是怎样评价的。 这位同学的字写得很干净, 字不仅写对了, 弯钩的旗笔位置找得也很准确, 字的横压住了横中线, 字很规范,我要向他学习。 就像这名同学评价的这样, 这位同学的字做到了正确、规范、整洁。 我们奖励他三颗星。 学习别人的优点也会把字写得更美观。 那就请你们对照例字, 觉着不够美观的字再修改一下吧。 字词学完了, 我们把它们送回到课文中。 请大家随着老师再把课文读一遍吧。 一,秋天。 天气凉了, 树叶黄了, 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。 天空那么蓝那么高, 一群大雁往南飞, 一会儿排成个人子, 一会儿排成个医子。 啊,秋天来了。 多美的秋天呀。 同学们, 请你们课后也来读一读课文, 一起感受秋天的美丽吧。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, 同学们,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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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